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三月 双河地区都更案共有95件 围老重建34件 而区域公寓平均涨幅也有1%到6% 像是永和这块地原本是50年老旧街屋 现在已经拆除再盖新建案 区域土地重建计划案原本通过都更重建 后来转为围老 由十多位地主整并申请长达9年 终于在去年核准 这边大概是三层楼的房子 大概有五十几年的历史 原本的住户应该是蛮高兴的 用那种围老应该是会分比较多 如果建商他想要推新案的情况 但是他又买不到宿地 他必须转头 转向这些都市区域 相对来说屋龄比较高的 透过都更或围老来去做新的推案 如果在同一个区域当中 公寓跟大楼的一个价差 相对来说是一定非常明显 都更案抬高房价 但民众买老屋 虽然可以期待都更 但过程冗长 整合不易的风险 还是要列入考量 三连新闻林夫妇 宇宫山 台北报道 这一天 角子 我放在公寓中